日本作家江本胜曾写过一本名为《答案水之道》的书 作者通过语言做水结晶的实验 发现同样的水接收到不同的文字后 所展示出来的水结晶画面形态居然完全不同 当水每天看到谢谢这样美好的字眼 水的结晶就会非常清晰地呈现出美丽的六角形 而当水看到混蛋这个不好的词时 水的结晶就呈现出破碎零散的样子 这神奇的现象究竟是科学还是玄学 我们不做探讨 不可否认的是你传递的是什么样的能量 回馈你的就是什么样的能量 我们每个人都具有能量 我们的喜怒哀乐都会传递给其他人 别人也会感受到 所以我们才需要不管是在工作 婚姻家庭中都保持积极向上的状态 这样我们传递出去的能量就是正向的 我们能够接受到的能量也会更加正向 曾经也有一个有趣的说法 每天心怀怨起 愁眉苦脸的妻子 做的饭菜也充满负面能量 让福德未肠疾病的可能性也更高 当然这个观点极具争议性 我们作为普通人 无法从科学技术的层面 去给出一个准确的答案 但是我们都知道的是 长期的坏情绪确实会引发疾病 想要充满正能量的生活 要先自己对生活 对家人朋友充满爱和善意 辐射到周围影响他人 让大家都沉浸在爱的美好氛围中 善良 大度 乐于奉献 这些美好的品质 都会成为你的能量和力量 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视频 就请点一个赞再走吧 让更多人知道 生活如何充满阳光正能量 您的支持 是我们更新视频的最大动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